接下來要上的是另外一個重點 學生也考過好兩次還幾次 就是叫做水的異常現象 跟別的東西不太一樣 我們前面曾經跟這位講過 一般的物質都是熱脹冷縮 但是水有異常現象 水的異常現象有兩個 第一個 結冰的時候 從液態變成固態的時候 它反而是膨脹的 所以密度會變小 所以冰塊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冰塊會浮在水上面 冰本身 冰塊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可是它化成水的時候 就沒有在熱脹反而變更小 所以異常現象 第一個異常現象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第二個異常現象就是 水都是水的時候 它是在四度吸的時候 體積最強密度最大 這上面有兩個圖 左手邊是體積跟溫度的圖 右手邊是密度跟溫度的圖 這兩個圖學測都出現過 都出現過 一次給體積關係 一次給密度關係 你看清楚 它到底給的是什麼關係 水四度吸石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第二個異常是水結冰的時候 體積會膨脹 可是你們一般老師在上課只講其中一個 只有一個 不對 是兩個人加起來 才有這個結果 水的異常現象 所以這要請你記住 兩個事情都是你記得的 所以這個考試的題目就是問你 這個時候 湖水表面溫度 跟湖底溫度誰高誰低 很簡單 很正式很簡單 湖底就是四度 因為它密度最大 它沉在最下面 所以湖底就是四度 夏天 表面溫度十幾度二十度 所以表示湖底溫度比較低 湖面溫度比較高 冬天 表面只有一度兩度零度 要結冰了 底下還是四度 就變成湖底的溫度比較高 湖面的溫度比較低 你就自然而然就會判斷 所以你只要記得 四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沉在最下面 你就很容易判斷 夏天或者冬天 是表面溫度比較高 還是湖底溫度比較高 類似這個題目也是考過的 這個題目也是考過的 就問這個 哪邊溫度高 很簡單 很簡單 最後一個就是冷劑 交代一下就好 因為我們在後面做實驗的時候 又要冷劑 要把溫度下降 冷劑的方法很多種 國中教你們的事 最簡單的一種 就是把鹽巴跟冰塊拿來 用那個質量比 三滴的比例混合在一起 都會使得溫度下降 因為第一個 冰融化 冰融化的時候會吸熱 鹽巴溶於水也會吸熱 然後鹽水的凝固點會比較低 所以會降到比較低溫 比較低溫 大概原因是這樣 要記得冷劑 我們國中生用的冷劑就是 冰跟鹽的混合 質量比大概三比一就可以 這樣降溫就可以了 知道這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關於冷劑的部分 重點就請你記住 水的異常現象有兩個 第一個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所以密度會減小 所以冰會浮在水上面 第二個就是 水在四度七的時候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這是我們的重點 可以嗎 OK 很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 第3 熱水上面有白煙 請問一下白煙怎麼弄弄 剛剛講過 熱水會蒸發出水蒸氣 水蒸氣蒸發到 風氣中會遇冷凝結 然後就會有形成白煙 所以呢 它是水蒸氣冒出來 遇冷凝結的結果 所以我們的答案選的是豬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邊洗五 杯子有冰水 旁邊會出現一些小水滴兒 請問你 那個小水滴是什麼洞洞 請 停 停 答案 不會喔 AP的B喔 AP的B喔 請坐 外面的水蒸氣 外面的水蒸氣凝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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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舞台上用乾冰就烤過了 製造煙霧效果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哪泵來的 我應該 我在別班都這樣做 我們在班應該也這樣做好了 就是抽個男生就抽個女生 抽個女生就抽個男生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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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安靜一點 C C 班冰昇華會吸熱使空氣降溫 所以空氣的水蒸氣就凝結成 就會凝結成小水滴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問 各位那個白煙是哪泵來的 題目應該很容易沒有什麼問題 OK 很好 幾個 可 快 你